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今天發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他就宣布 會向每一名香港永久姓居民 發放一萬元的現金寶座 而每一名打工子女 也會獲得兩萬元上限的退稅 這些措施對於廣大的市民來說 當然是屬於好消息 只不過我們一定要記得 在淺照待之餘 還要無忘初衷 就要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才行 不要讓他每人派一萬元收買 否則實在太廉價了 特區政府欠香港市民實在太多了 首先我們說一下陳茂波 在推出預算案之前的一段時期 就大玩期望管理 又和建制派扯包尾 首先有一些媒體出來放風 就說這隻陳茂波未必派到一萬元的 他的操作空間非常有限 又要顧及國際評級等等 所以他最多都可能派得六千元 使得市民打底了 現在這隻陳茂波出來說 宣布每人派一萬元 就好像喜出望外 就好像失而復得 這些就是期望管理 還有這隻陳茂波自己也說過 就說政府資源有限 這個財政預算案 不可能完全滿足所有人的訴求 在這故隆懸虛 使得市民覺得 這就未必有一萬元 現在真的派就好像拍攏手掌 要出街燒炮獎慶祝那樣 實情我也觀察得到 在Facebook群組裡 有些人真的說 要支持政府一個月才行 竟然派錢一萬 好像喜出望外一樣 這些就是期望管理 第二就是 這隻陳茂波和建制派扯貓尾 民建聯急不及待 馬上在Facebook平台發表了一則鐵文 去領工 那則鐵文是怎麼寫的呢? 就說 行了 派發現金一萬元 民建聯早前建議要派發一萬元的津貼 而且早在2月12日已經向陳茂波作出這個建議 第一件事 在你們作出這個建議之前 臣早就有大把的政黨 包括非建制派或建制派的政黨 都提出要派錢一萬元 民主黨和公民黨在去年已經說要全民派一萬元 就不是你們自己私家提出的建議 有什麼好領工呢? 第二件事 在上星期五 即是2月21日的時候 立法會的財務委員會就討論了300億基金撥款的申請 當時民主派提出了一個臨時動議 就說要向全港市民派發一萬元 雖然這個是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但是都會對於特區政府是一種施壓和表態 當時民建聯就是投反對票 即是口裡就說贊成派一萬元 到投票的時候就反對 這些就是講一套做一套 雖然他們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不想利益泛民 因為泛民提出的臨時動議 如果投一贊成就好像很壞 這些就是他和建制派的扯貓味 還有我想說的就是 這一筆的錢 即香港的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 不是屬於林鄭或者陳茂波個人擁有的 不是你的私有財產 是公有財產 其實就是屬於全體香港市民所擁有的 因此你說派錢這個辭匯 其實都不是這麼政治正確的 最恰當的就是還富於晚 那些錢本來就是屬於市民 說得操作一點 即是回水 我在這個節目裡講過很多次了 根本上香港的財政儲備 加上外匯儲備 是超過四兆 即是四萬億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 香港的財政儲備 預計在今年的三月底 就會有一萬一千三百億 外匯儲備 截至今年的二月 是有三萬五千億港元 加起來是有四點六兆 即是四萬六千億 根本上你就有足夠的錢去派 你現在就說到好像黃欣大赦 黃欣浩蕩一樣 這些只不過是狗牛一毛 你派錢派一萬元 每個人派一萬元 你派足一百年派一個世紀 都還有錢剩下 特區政府現在就打算用一萬元來收買人心 但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他派一萬元就收貨了 馬上覺得特區政府的施政真是沒得頂了 就覺得很滿意 甚至乎有些人就說要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一個月 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其實這一萬元所背負的意義 真的非常沉重 其實就是去年的六月九日以來 這麼多一連串的事件當中 已經長達大半年了 再加上最新的疫情 他才肯派一萬元 如果只是單一事件 他也未必肯派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讓他 這麼輕易用一筆東西收買得到 否則實在是太過廉價了 特區政府其實欠我們香港人民是很多的 自從去年的六月九日以來 特區政府就用盡一切的辦法 來對付那些抗爭的青年 不管是用警察部隊也好 用司法系統也好 引用緊急法也好 你就用盡一切的高壓手段來統治 有些青年就要被迫流離失所 甚至乎逃亡去到外國 就不能夠再回來香港了 有些人就身陷淋雨 失去了自由 就在等候你的審訊 目前你的法院還要停擺 現在是無料期的 其實有些人就白坐 因為到最後你的律政司是會撤控的 有些人在保釋期間提心跳膽 根本上每一天都生活在誠王誠恐的氛圍當中 而且特區政府的基本法 對於香港人是有一個莊嚴的承諾 承諾就是雙普選 你欠了香港人23年 何時才對應這個承諾 不只是派一萬元就可以收買到市民對於自由和民主的向往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寫得很清楚 就是這個行政長官的選舉 最終就是由普選產生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也寫得很清楚 立法會的選舉最終就是由普選產生 那你何時才肯還政於民呢? 現在就所謂踏出了第一步就是還富於民 只是派那一筆東西而已 而且是單一事件而已 不是像澳門一樣 每一年都有現金分享計劃 人家就從五千元派到 加逐年加加到現在一萬元 你呢? 間不死才一次 十年才一潤 曾俊華司長派完六千元以後 就到你陳茂波 隔了這麼多年才派那一筆東西 還有些人是拍爛手掌 我真的完全理解不了這些人的情緒 當然是好消息 這部電影叫做順了一點 但是你沒理由順了一點 你就好像 哇!真是興高采烈了 就好像將過去大半年所發生的事情 粉不自地抹掉 這件事是不能磨滅的 而且不要因為他這一萬元就收買得到 大家記得堅持要在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當中 要投票 而且就要將這些建制派保皇黨踢走 盡量使得非建制派爭取過半數 在立法會內就可以有一個簡單的否決權 凡是政府提出的議案 如果非建制派過半數的話 我可以把它否決 就不需要分組投票 有些人不知道 這個警察公共關係科 今年的預算就開支接近七千萬元 如果非建制派可以在立法會過半數的話 就可以把這些開支預算否決 你們這些人可以做什麼呢? 保安局就說 警隊在一月的時候 就在紅帥口設置了一個投考警隊的大型戶外廣告牌 涉及開支45萬元 這些事情就應該是收檔 現在的議會是由建制派保皇黨操控 所以他們要通過什麼? 是很容易做到的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過了半數 有些人不知道 三分之一的關鍵少數的否決權 對於政治的改革是有用的 對於政改方案 就是三分之一的少數否決 但如果對於政府的議案 就是要過半數才能否決 所以這個光復議會就很重要了 特區政府就說 希望可以在八月之前派到這10,000元 希望說得出就做得到 而且他就說可以通過網上銀行申請這10,000元 其實這些根本就是當年曾俊華司長 都做到的措施 為什麼去年派4,000元可以派到這樣不湯不水發呢? 很明顯就是他沒有心派 更加引證到一件事 這次林鄭就是與民作對 為什麼這次你就可以這麼快速派到錢呢? 為什麼這次你又可以通過網上銀行申請? 為什麼去年又不行呢? 去年又說要寄表格呢? 擺明就是設置一些關卡 使得市民根本就拿不到那筆錢 就是要為難那些市民 你現在其實都是自相矛盾的 今年又可以把以前曾俊華司長做到的事情 又翻鈔一次又可以做到 派4,000元的時候就諸多阻滯 對不對? 所以大家說要收貨 為什麼要收貨呢? 對著這些以林鄭月娥為首的特區政府 你用對他有半點的希望 寄望的話 簡直就是對自己殘忍 至於派1萬元 具體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有很多人根本上又要交租 又要交很多雜費 所以就是杯水車身 但是如果市民行有餘力 盡量就光顧那些黃店 使得那些同路人 就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使得這個黃色的經濟圈 能夠延續下去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因為這1萬元 就收貨 這樣才是對的 錢就照待 無忘初衷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